李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 就前往复旦大学进行了此次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三场演讲 李敖的到来恰好跟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期而遇 而敖民们的热情也丝毫不输给北京 因为李大师把复旦演讲的风格定名为迷孤思凡 所以现场的气氛既热烈又很轻松活跃 还出现了复旦校友当场邀请李大师去海南岛的小插曲 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 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迪梅 我在复旦讲什么 要讲尼姑思凡 数学系的毕业生 我这一次在海南大学的邀请函 请您到海南岛去走一走 就是非常感谢你 可是我必须告诉你 我这次回到祖国 我一分钱都没拿 还赔了钱 可是要去海南岛 我们要另外定价 谢谢 对不起 李敖先生认为 他是有白黄文来五百年那边第一人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五百年来 五百年第一人 好像是个天才 第二个 他认为自己比罗星高明很多 我们知道罗星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家 请问 你凭什么将密罗星高明 谢谢 我用我有点耳背 我这耳朵常常听不到 对我不利的声音 谢谢 为什么我说 我是五百年来写白黄文的前三名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 拉丁文有一句谚语 叫做因为它荒谬 所以我才相信 这件事情很荒谬 所以我深信不疑 这样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你收看 《凤凰》电视台里面 我这一阵子对鲁迅的批评 看得比较仔细 我只告诉大家 鲁迅有他的时代性的功劳 可是今天我们还抱住鲁迅 我们太落伍了 我们太落伍了 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落伍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这一点 鲁迅的功劳 我们没有否认 可是巨网易 属风流人物 还看鲁 鲁先生 李敖先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于光中的一句话 他便说 越是天才越怕死 越是什么 越是天才越怕死 怕死 怕死 今天我看见您三千万字的李敖大全集 我仿佛看见一个据点的落下 我想问您 是您对生命的留恋 对死亡的恐惧 让您有这种动力去写这三千万字吗 还有 当然我希望您长命百岁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书 我告诉你 刚才你说我怕死 是不是 就是您 说我怕死 是不是 坐下来 坐下来 我告诉你 基本上 对人生 我这个年纪 有某种重度的悲观 我不相信基督教 可是申旧约全书 最后的启示录 第六章第八节 有一段话 他说 见有一匹 就看见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我告诉你 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 再见 原在56年以前 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我看到一幅景象 上海的警察 骑着大马 手里拿着皮鞭 打群众 群众怎么来的 清早五点钟 戒严的时间一解开 四面八方 涌向上海的银行 干什么呢 去挤兑黄金 买黄金 我亲眼看到 一个亡调的中华民国 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 56年以后回到上海 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 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 你们都没有看到 你们也不会感觉 有什么不同 可是对我而言 我才知道 国家的富强 是多么的重要 尤其在上海 我看到了 请鼓掌 您可以建议他把银行情情好好读一遍吗 如果读过来再读一遍 再读两遍 应该这样 对吧 我就反复读 刚才您在抢话筒 您是不是后来还有问题要提 我想提 他们回答我的问题 继续追问 他们回去 我们学者应该是以文会友 对吧 就是个学者 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以及一个文化评论 以及公共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行为 他的举措 很有助于大家对一些 就是对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思考 又过来了 又来了 在北大见了吗 对啊 在清华也应该见得过我 一直跟着 没有 本来是就过来听这段演讲 听满山场嘛 都已经听满洋场 但是过来火车坐了一天 其实到了 这个是聊传记的 聊序言机 然后这是 这是聊 这边还没装进的 然后因为 因为之前有一套给了他 这是聊大典 其实聊都不知道 你从哪一年开始 就关注李敖啊 然后 我从大一休学了嘛 然后就 就然后没读书了 就是来写他的书 大一休学了 大一下学期 大一下什么就休 为李敖休学吗 不是为李敖休学 为我自己休学嘛 我觉得研究李敖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 比读大学更有意思 所以我就做这件事 这个是历史镜头嘛 谢谢 历史镜头啊 谢谢 老师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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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扶起来 扶起来一公分 好 我现在也能拉起来 就扶起来一公分 好 速度低的时候 地面是什么形状 它跟着地面走 速度高了以后呢 车向那边飞 那个时候呢 你是轨道 必须始终 跟着轮子的面上 好 好 要踢着它 就是车走什么形状 捏得怎么 如果直线呢 就只要水平面就行了 它拐弯的次数 这个有折理 有折理 这可以要飞机起飞行吗 对 对 马上就要到一百分钟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李耀先生 你不是很怕坐飞机吗 我现在不怕了 现在已经不怕了吗 是 我常常会进步的 这书400公里的车子 你坐在里面 你觉得对于 没有什么感觉 土国感觉 这算是进步的一部分吗 你别忘了 这个 起飞的时候 是我们那个车 它这个支付车 拥抱这个铁轨 起飞以后 这铁轨要顺应这个车 你懂得意思吗 谢谢 谢谢 海家帝安的关系就是 这次的行程 到这边为止 对吧 同意 非常谢谢 谢谢你 苏格兰的文学家 他说上帝使我们有记忆 有记忆力 所以到了十二月 还有玫瑰 我自己使我自己有记忆力 北京和上海使我有记忆力 所以北京和上海 在九月还有春天 我第一个感想是说 赞美并且感谢我的两只脚 我的两条腿 到今天为止 我的双腿 我的双脚 没有踩在外国的土地上面 往上照一点 不然变投降了 变投降了 好吧 我们下去吧 走 谢谢 谢谢 要早上 然后我还早上 谢谢你 谢谢 后会有气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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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在台湾从日本手里面拖出来 回归祖国的时候四年 我的脚 我的腿 踩到了台湾的土地 同样 在香港脱离英国以后八年 我的脚 我的腿 踩到了香港的土地 也就是中国的土地 到今天为止 我的双腿 我的双脚 没有踩在外国的土地上面 所以我说 我非常感谢我的双脚和双腿 这是我的感觉 谢谢你看 花可以放这边 蔡元培先生 他就是蔡杰明 他是北京大学校长 他在北京大学的时候 才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他是真正提倡思想言论自由 并且是很有技巧的提倡 譬如说 当时北京大学没有女生 人家就问他 什么时候可以招女生 他说现在就可以 人家问他为什么 他说法律上没有规定 不可以招女生 所以北京大学 就很自然的招了女生 就是表示说 他很聪明的 很技巧的达到这个效果 大概在二十年以前 我给香港明报月刊 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香港的机会 中国的机会 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 应该以香港做一个灯塔 以香港做一个据点 影响临近的 网东省的这些地方 然后再影响中国整个的华南 再影响到华中 影响到华北 东北 西北 可是我必须说 在97年回归以后 香港人这种活力 这方面的活力 有一点点减弱 减弱的原因 我刚才讲过 就是一部分香港人 觉得我们要争取 在政治上的权利 我认为不该花时间 去这样争取 香港如果开始衰弱 对香港是不好的 我告诉大家 再衰弱下去 香港连今天的程度 地位都没有 我必须提醒大家 昨天在香港讲的是最好的 因为我是香港人 我关心香港 我觉得他讲的最好 我没想到他对香港 有那么深的了解 所以我很感动 我昨天看了两次 我刚才很真实 讲出一个正直的台湾人 对香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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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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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敢当 听说你刚下飞机 我刚刚下飞机 马上赶来见你 怎么敢当 我跟他约了吃一顿饭 骑马多了年 我说来台湾 来台湾 结果没有来 怎么敢当 怎么敢当 你的东西我是追 每天在追 哈喽 哈喽 但听不懂啊 你的东西 听不懂 哎呀生了 慢了 我也在追你的东西 看看打的这个 真过瘾 真过瘾 一到时候 我老婆叫我 来了 哦 你上去吗 哈哈哈哈 我就想 哎呀 怎么搞 你我的办公室 你的一篇文稿 名报 就垫在那边 哦 哈哈哈哈 前面的这个 长度跟后面的长度 真正的好裁缝 他要宣问你什么身份 什么年纪 才决定 后面跟长面的长短比例 新官上任的时候 刚考取状元的时候 指高气扬 这样走路的 对吧 所以长 前面要长 后面要短 才平 反过来说 打击手的越多 或者说 官越大 或者越谦虚的时候 就腰就弯下来了 冷眼老了 后面要长 前面要短 所以这个装啊 有它 前后长短不一样 这个就是好材货 要决定的 所以这个袍子穿起来 这个店能做出这么标准的 这个 中光的袍子来 我认为它手工不错 哪家店 不能讲 不是做广告 我喜欢香港人 因为香港人 比我们有活力 我觉得香港 现在有一部分人 受了台湾的 一个错误的倾向的 好像是传染 我们过去 我们看到香港人 跟英国人之间的相处 英国人给香港人 充分的自由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 可是不包含民主 如果说英国人 要给香港人议会的话 为什么不早给 为什么在 九七大线以前 忽然是香港 有民主式的议会 发生了民主上的问题 而又增加了一个 给北京的麻烦 所以我说 香港人如果争民主 为什么不在英国人 统治我们的时代 开始争民主 中英谈判以后 在十四年过渡期 英国人是故意 把这个民主 引到香港来了 所以香港人呢 其实不了解 什么叫做民主 不了解民主的真谛 是什么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因为香港都不搞政治 所以我们经济发展很快 你香港那么小地方 没有资源 连水都没有的 成为亚洲四小冬之一 这证明香港人 还是有能力的 但为什么九十年代 二零年代之后 进去倒退呢 就因为我们搞政治太多了 内部矛盾太多 是因为他这一趟要来采访 所以你还特别做功课吗 我请假来的 你请假过来特地来 我坐在楼上 大师你魅力很大 很多人喜欢你啊 香港我从来没来过 这第一次来 一乡七家 在香港工作的人 不管是左派右派 或者走自派 都比较有活力 所以我认为 香港人应该继续保持他的通灵 对政治上的部分 应该淡漠一点 所以我认为香港人 争民主是错误的 不是说民主对香港不好 而是对聪明的香港人而言 这些东西太抽象了 我反对那种蛮干 所以我认为 中国 当然包括香港 不再穷 中国不再乱 中国人民不要再混蛋 这点很重要 所谓不混蛋 就是说我们开始聪明了 我们不用蛮干的方法 去做那些 对我们不利的事情 为什么不用笑脸 用技巧来得到 我们要得到的东西 并且得到的很完整 让我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们都选了王恩石 王恩石是在中国的银县 就浙江宁波做官 做官的时候呢 他的小女儿很可怜 死在那 任上 后来他调差了 他临走的时候 当本天天晚上 划个小船 到对面的坟上面 给他小女儿 废物败 后来写了首诗 最后说 今夜扁舟 来绝乳 今天晚上 我坐了 陈水扁 那小鬼的船 来 跟你 混难见 死生 从此各系 从此我们见过到面 什么原因 再也会不来 为什么 回家乡好难的事情 因为故乡对他们 太遥远了 太难夺了 因为我们是 尤其是我 从1992年以后 就没看见我这个姚弟弟了 这次看见他 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他仍旧保持着 那么很渊博 很风趣的风采 你们老笑 我告诉你 路放温路由的一句诗 尊钱作剧 莫相笑 我在你们面前 在酒杯面前 我跟你们开玩笑 你们别笑我 尊钱作剧 做恶作剧 莫相笑 你们不要笑我 我死 朱军 死我狂 我死了以后 你们想我 想得发疯啊 他和我们一般的观众 所了解的人 是派若良人的 就私底下 屏幕上和屏幕下 他的生活中的利益 和在政治舞台上 和在艺术舞台上的利益 是派若良人 他的感情中 有非常柔软的部分 他也有很有 非常温柔的一面 我觉得 他会 比如对家人 他真的是关心 非常体贴 非常关心 我从小牙齿长得不大好 他就会到台湾 他要给我修牙齿 他说你修修修牙齿 把你修的牙齿 修得好看一些 他会有这样的念头出来 我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浩豆的牛 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很温柔的小白兔 好 又来了 送给学友留念 是 谢谢你 学友在此 谢谢你 大家看 这个 敬赠学友李敖先生 报纸简贴画 新鲜糊润小学 唐出席 谢谢你 是 好好努力 保持青春 谢谢 忽然70年后就这样 他写的那个笑话 就是常常把那个下牙 咬住上牙 那种笑 跟你嘻嘻这么一笑 那种样子 我觉得到现在 我还感觉常常有 常常出现 那种 就是从小到大 那种感觉常常有 而且那种感觉 就有点 有点想捉弄人的那种感觉 出点什么馊主意 但是我问一下 这些通常好莱坞大明星 才会压手印 给我跨人压手印的感觉 我坐牢的时候 就压手印 他其实是非常的有礼貌 可能还有个细节 你比方说他离开 调一台国民馆 他的住宿的时候 他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22个所有 为他服务过的工作人员的名字 全部写在一张纸上 名字都不能错 为什么呢 他要跟每一个人签个书 这签书呢 一定要为人的名字 不能光签个了 他要签上张三李四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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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签上他的名字 他临走那天晚上 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收拾东西啊 还有万别英主 都是万别的事情 最后签完书已经十二天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走 这么一个 第二天还给每一个工作人员 我专门跟他讲 我说你不用 他是不行 他每一个工作人员 准备了一个红包 就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别人看到 不要 不要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敢进 过多少年我得多少白还你 就要你这样 就要你这样 你看看 不要为他灭下来 谢谢 我觉得对他来讲 本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毒魄 我们已经劝了他一两年了 他这次终于能成型 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希望我们欣赏李敖 是因为不是光光 是他的学问 而且是他的勇气 这个很重要 我告诉各位 那个时候的北大 怎么样对待政府 教育部 公文来了 退回 不看 拒绝 北大多狠啊 教育部公文拒绝 教育部的送在钱 钱来了 钱是收下来 现在的北大 太孬了 在我看起来太孬了 什么原因 我讲的对我们的影响 是思想上的出动 那么以前呢 他就是很尖锐的一针过去 那么现在他会用很多 迂回的方法 来表达他要想讲的话 我在大陆没有憋 我要憋的话 只是憋着小便 憋着尿 我必须跟你讲 我要讲的话都讲出来了 只是讲的方式 的确有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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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次影响了我看 比较大的就是 把一些 我们过去 这个 想到的 看到的 他没有讲出来的事情 他讲出来了 这样会引起 一个比较深层次的 这个影响 可是大家发现我 不但还没骂共产党 我先放弃了我一个东西 就是自由主义 请大家注意 我是做了买卖 我在交换东西 大家没看到我在交换吗 我用自由主义换什么 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真的 要落实给我们看 我不以为他是假的 我们可以使他是真的 只要我们认真 他就是真的 李敖先生在他的 三次演讲中 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不仅有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的 这种情绪的表露 也有他忧国忧民的 这种意识的表现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现在世界改变了 我们不但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甚至不可能后天下之乐而乐 因为我们的确还充满了忧郁 我给大家做的一个样板的作用 就是说 我们不必忧郁 必须告诉大家 知识分子不是弱者 别忘了 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只是我们的知识能力 我们的本领 不建筑在刀光剑影上面 也不建筑在金光闪闪上面 我们是建筑在人类的良知上面 不要忽略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 是有权有势的人 大家不要忘字飞包 如果说可以挑选一首歌曲 来表达您现在心境的话 您最想唱哪一首歌 谢谢 最想唱的就是我写的一首歌 叫做忘了我是谁 大家大概忘了 这首歌词是我写的 忘了我是谁 我告诉你 我的整个感觉 说纯粹是文化之旅 没有错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文化是一切根本 文化和思想会反过来 影响政治会影响经济 所以我从文化上面 生根发业开花结果 那个结的果可能落在政治上面 大家是明眼人 都可以看出来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看日是好心里跳 看我以后眼泪吹 我已经七十开外了 我已经垂寻老去 我讲话 我赞成什么 我反对别 什么 我敢说 绝对是独来独来 我不受人左右 可是我再讲一遍 我会讲的 该胸的时候 胸 该温和的时候 温和 该开玩笑的时候 我会开玩笑 可是当你笑过以后 请你想到 你的眼睛里面 可能有泪 我还会看你 在海灵里面 我 来看你 你什么水 我还会看你 你什么水 我还会看你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 红金龙思想力行动力